我們來談談鏡頭 對於新手來說 我知道選擇鏡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何況鏡頭影響畫面的成分 比起相機本身要來的大得很多 當然我想大部分人在選擇鏡頭的時候 都是希望能夠體積小 大光圈以及畫質好 Hey guys 錄影師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 我是一名自由建設攝影師 我的頻道呢 都是一些跟攝影、錄影、鏡頭、相機相關的內容 那麼今天的主題就是 變焦鏡 vs 定焦鏡 你適合哪一種 首先我們來簡單的解釋一下 變焦鏡顧名思義就是可以改變它的焦段 比如說像我手中的這顆騰龍的2875 就是它的焦段涵蓋了28到75端 等於說你可以從28拍到75 好像廢話 那關於鏡頭的詳細的資訊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會員頻道裡面 如果興趣的話 你可以加入會員頻道 偷偷工商一下 那定焦鏡就是顧名思義就是它的焦段是很定的 那我現在講講變焦鏡的優點有哪些 我自己用過的變焦鏡有 16-35F4 蔡絲鏡 Sigma-270 Sony-270 GM Sony-70-200F4 Tameron-2875 就是那顆 然後還有Sony-10-18F4廣角鏡 那如果要一句話來蓋鍋這些變焦鏡的好處的話 我會說就是方便 沒錯就是方便 特別是對我這種拍攝影片的使用者來講 2470這個焦段真的是十分十分的好用 它一路從廣角端涵蓋到了微望遠端 基本上各種鏡位的角度的拍攝需求全部都滿足了 加上我是一個愛爬山 喜歡一些戶外活動的一個outdoor仔 這時候一顆變焦鏡真的是十分十分的方便 像我的那部三不知道你是誰 大多數的鏡頭 我幾乎百分之八十的鏡頭都是用那顆2875拍出來的 它可以給你很好的方便性以及機動性 幫助你應付所有日常你需要面對的各種拍攝需求 然後我自己是建議如果你買變焦鏡的話 我建議你都買到2.8的光圈 不然說實話我覺得F4的光圈有點不太好用 我自己用的那顆1635菜式鏡就是F4 然後我覺得它的光圈真的有時候會不夠用 像我自己最常用的這顆騰龍2875 就是2.8 然後有這個鏡頭我必須講 它幾乎大部分的時間 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 我的A73都是掛著這個鏡頭 1635已經基本上沒有拿出來過了 但我想就算我的1635有2.8 我也不是很想拿出來用 然後這個就導到了另一個我要講的變焦鏡的缺點就是重量 但我必須說我手上這顆2875的重量真的是十分的輕便 但如果我所說我用過Sigma2470 2.8還有Sony的2470 GM 我必須說它們的重量真的十分的感人 特別是2470 GM它的重量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重到靠北 雖然畫質散景等等的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滿意 但就是那個重量 現在這個年代自媒體的蓬勃發展 我覺得大多數人對於器材的一些使用習慣也開始跟著改變 無論這個鏡頭的畫質再好再銳利光圈再大 拿不出門就等於沒屁用 何況如果你是出去旅行爬山等等的 重量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考量點 相信我帶那麼重的器材你會非常痛苦 我自己之前上山我就帶了兩台相機超級痛苦 再來我們說說定焦鏡 定焦鏡我用過Sigma的16.4就是現在錄的這一顆 還有31.4以及35.4 GM 說實話我一開始在攝影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定焦鏡有多厲害 直到我拍了這張照片 也許在影片裡面看來這是一張很普通的照片 但是當你放大來看 就是如果我用電腦放大來看的話 我跟你講超可怕 它的那個猴子的整個臉那個眼睛那個毛髮超級銳利 我也是從那時候才開始體會到定焦鏡的畫質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畢竟相比變焦鏡來講 因為變焦鏡它需要應付這麼多的焦段 所以它鏡片的數量比較多 那至於變焦鏡的話因為它只有一個焦段 所以它鏡片的數量比較少 所以它成像會更銳利 那麼定焦的優點就是它很輕巧 當然我知道Sigma的某些定焦鏡都很重 但以Sony本身的定焦鏡來講 24 GM 然後30 50 還有它之前出的那三顆很小的那幾顆定焦鏡 它們的重量都十分的輕巧 然後你配上可能A7C的話 你拿一整天手都完全不會酸 而且通常定焦鏡的光圈都比較大 有的1.2 1.4 1.8都是常態 所以你在拍人像的時候就可以給你很棒的前景聲 然後拍妹子的時候也超級超級好用 但定焦鏡的缺點就是犧牲了方便性 因為它沒有那麼廣的焦段涵概率 也就是你只能使用一個焦段來應對所有的場景 但畫質的話真的是無話可說 然後我也相信大馬老師說過一句話 在不看使用情況之下的討論器材都是耍流氓 因為說了這麼多帳面上的畫質、銳利度之類的 不討論你的使用需求這些都是屁 因為我自己有商案以及戶外活動的使用需求 所以我覺得變焦鏡非常適合我 畢竟我的資本沒有雄厚到每個焦段的定焦我都能買過一輪 而且如果你也擁有很多鏡頭的話 我相信你知道換鏡頭有多麻煩 我自己在拍攝商案的時候 因為多數情況下需要使用穩定器 所以當你把鏡頭拔下來 換上另一顆鏡頭之後要重新調平 你知道那是多麻煩的一件事情嗎 換一次鏡頭基本上要再調平一次 然後我之前拍過一個紀錄片 然後因為某個場景我想要換鏡頭 所以我馬上停下來 然後在那邊換鏡頭之後要再調平 然後因為那是紀錄片它是不能夠重來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調平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在那邊等著我換鏡頭 然後又搞得我很緊張 當然如果你是屬於拍攝那種 比較平面的商案的話 我相信定焦鏡是非常適合你的 因為當然客戶付的錢都想要拿到最好的品質 最高的畫質 但如果你像我一樣 長時間在嘗試戶外運動 或者是影片拍攝的話 我覺得變焦鏡是非常非常適合你的 它涵蓋了大多數場景的應用 或者是你要拍人像也非常適合 因為以二四性的來講 它涵蓋了三十五十 或者是七十等等的 比較適合拍人像的焦段 加上2.8的光圈 拍起來景深效果也十分的不錯 然後前面說到的畫質 我覺得這個在跟定焦鏡相比之下 當然畫質有差 但是你如果單論變焦鏡的畫質的話 我覺得它不會到差 它其實是非常可用的 你看我之前拍的所有的Vlog 所有的電影影片你就知道 那些我都是拿2875拍的 只有少數是使用Sigma 16.4在拍的 最後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 變焦鏡的優缺點 那優點方面 變焦鏡提供你極高的方便性 能夠應付各種的場合 那定焦鏡它的畫面 畫質銳利 重量輕盈光圈更大 那至於缺點方面 變焦鏡通常重量比較重 畫質相較定焦鏡的話會比較軟一點 那至於定焦鏡的話 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它的 就是方便性不足啦 好那最後一句老話 沒有最好的器材 只有最適合你的器材 當然如果你預算足夠 想要把所有的定焦的焦段 全部買起來 我也不會阻止你 你開心就好 但對於我們這種一般的使用者來講 因為預算的考量 當然只能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鏡頭 所以我認為在購買任何鏡頭之前 購買任何器材之前 而且你一定要仔細的考慮一下 你的使用需求是什麼 以及你大部分會使用的場景 以及時機以及場合 或者我建議你可以直接去器材租令店 租一些鏡頭 租一些相機來玩看看 因為我覺得自己親身使用過 你才能知道這個器材適不適合你自己 好那我們下次見 Peace out 你以為可以不適合你